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日期 它的结果应该是礼拜几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出现是礼拜几的话 其实当然你可以先用weekday来做 比如插入函数里面 那我可以用那个最下面 应该是在倒数的这个 OK 好weekday 那给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 那特别注意 return type 我是建议里面 不要填任何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填任何东西 它其实可以让你填的数字是 如果使用1的话 使用 它这边有提到就是 使用1的话代表是 星期天是1 星期六是7 使用2的话代表是 什么星期一是1 然后星期天是7 如果 所以还有什么 使用3代表星期一是0 星期天是6 那预设的是1 预设值是1 也就是你1的话 跟没天是一样的 那这有什么差别 主要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的观念跟美国的礼拜几的观念 第一天是哪一天 有点落差 我们的第一天 一般的认知是我们的一个礼拜第一天 应该是礼拜几 礼拜一嘛对不对 可是美国那边认为 一个礼拜第一天 是礼拜天 不是礼拜一 所以 回来的时 如果假如按确定 如果是我把它改成 原来是应该是通用格式 如果是5的话 那我一看 5嘛 星期一 那应该直觉会是星期五 可是实际上不是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弄的 所以呢 他的那个是从礼拜天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变成少一天嘛 应该是礼拜四 所以这个观念 那我是比较建议就是 你们这个地方不要改 那你也想说 老师那我干脆改成什么 改成这边可以改成二嘛 那二的话呢 这样回来就礼拜 有没有四啊 四这样礼拜四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把它改成 我们的方式之后 你再把它做格式化 格式化成礼拜几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变成礼拜三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虽然 回来的值是我们看得懂的 但是格式化之后 它还是美国人的那种格式 所以格式之后的结果 就会容易出错了 那也就是说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以后你干脆 这个里面就把它清空 然后呢 就记得吧 反正 这个是美国人那边设计的 所以呢 它礼拜天 一定就是第一天 这样就好了 这样比较单纯一些些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再格式 就不会有错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 应该可以理解了 好 这个是星期几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呢 等一下综合练习题 我希望做出年曆 那我要判断礼拜六 礼拜天 给我不同的底色 跟不同的质的颜色 那等一下会用到 所以这个地方 先说一下 那YMD刚才有提过 就是你要取得一个日期的年 用year 月用month day用日 这个应该蛮容易的 这个只是说要稍微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 time部分 那time的话呢 预设这里面是没有的 我已经先把它做好了 比如说里面的话呢 在这边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用哪个函数呢 用time函数 然后分别把10分秒给它 它会帮你怎么样 格式化之后 帮你return出一个什么呢 return之后的结果 预设回来的是什么呢 把它改成通用的 你会发现呢 它会是一个小数点 那你会想说 为什么呢 刚刚日期是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时间 又会变成一个小数点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个里面官方说法都有 也就是说呢 它如何来定义 时间 其实就是0 一直到0.9999 这个之间的值 也就是0乘12点开始 它就是0 之后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累加到 到那个11点59分的话 那就接近0.9999 再来又归0了 所以它在0到0.9999之间呢 做一个循环 那我们 如果一个时间呢 它会用什么小数点 回来给你 比如说这个值 假如说是 0.3多 那你把它用储存的格式 主要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格式之后 你可以用那个时间的部分 把它稍微做个格式 那你知道这地方很多选项 我们预设这个好了 它旅证回来呢 就会给我们的是一个 我们看得懂的时间 不过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要做计算 52秒之后 请你给我个答案 12分钟之后 要给我个答案 10个小时之后 要给我个答案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来做 在那个 我云端上面有放 你可以用什么 一样用等于time 然后怎么样 hour包起来 然后再 就是mini包起来 在second 因为我要加52 所以在second后面再加52 这个做法 有没有 跟刚刚那个mance很像 只是差别 就是说 外面是一个date 只是 观念是一样 可是问题 这个都会非常不方便 有没有 如果你要12分钟的话 就在mini的地方 加12 如果小时的话 加hour后面加10 OK 如果两个时间 如果要相加的话 就是time 把hour加hour mini加mini second加second OK 那其实会 当然你 基本上 至少可以加得出来 不过 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比如说 你要做那个时间 简单一点的 加减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产生什么 e time OK 当然有e day 对不对 如果今天呢 那这个地方 可以利用刚刚的date 那date里面呢 刚好又可以计算 10分秒 那我可以把这三个 什么 Ctrl C 一下 如果我要简化 我可以把这三个 复制之后的话 一样 再到我的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把它贴上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计算时间 分秒 都有了 然后 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使用者定义里面 会多一个 十几秒的部分 e time 底线 s 给一个时间 给几秒钟 return回来 不过呢 它一样会给我们一个小数点 那我们当然 干脆直接把这个范围 先做格式化 return回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看得懂的 一个 这个 有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秒 这个时间 52秒之后就有了 那一样的方法 那你可以在这里 如果是12分钟之后的话呢 那可以找到 e time 底线m 一样把这个时间给它 给它12分钟 它一样会return给我们 不过 问题来了 这个12分 好像不应该打这样 应该是12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把它取消 那当然 这个地方 一样的方法 就是把它用那个 1 这个 OK 然后把它直接 这个 在这个 12分钟之后 OK 那12个小时之后 也是一样 不过为什么 这个可以 这个不行 OK 不过一般理论上这样 也许你将来可以 不要把那个 12分 写在这上面 你可以打12之后 再到这个格式里面 自定一下 印象中好像可以这样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后面自己再加上双一号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分 印象中这样也可以 12分 有没有 12分按确定 你会发现 格式归格式 内容不是12分 而是存一个数字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吧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有关那个 V-Day V-Day 不过V-Day 建议就是 你干脆就记得是 美国那边设计了 所以你也不要改 第二个参数了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 Ti方面的 时间方面的计算 那因为 它的计算方法 其实 就是跟我那个 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 用Ti函数 去计算它的 那个 如果你要计算秒 就在秒上面做计算 分 时 但是如果要简化的话 你可以 利用 Day 8的函数 那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了 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 我来试试看